我们打开详细通信息 可以看见目前稳定在79万kps 这个速度是相当性的快了 流畅度是没有任何问题 目前呢在123万kps 哈喽大家好这里是科技的期 刚才速度呢是不是非常惊讶 那么这就是我们今天要分享的非常棒的免费VPN 不过呢它有优点也有缺点 所以当你们看了本期影片后 再决定自己是否需要这个免费的VPN 那么首先不管你是Google Chrome浏览器 还是Edge浏览器 我们都可以使用 那么这里我先以Google Chrome浏览器为例 我们来进行演示 待会我们再说Edge浏览器如何使用 当我们来到Google浏览器之后 我们点击右上角的三个点 这里面有一个括弧程序 下面有一个访问Chrome应用商店 我们点击进入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会进入到Google Chrome应用商店 在右上角呢有一个搜索括弧程序和主题 我们在这里面搜索Square X 那么接着我们就可以看见Square X了 我们点击 接着我们添加之Chrome 选择添加括弧程序 添加完之后我们来固定一下 选择这里 然后把这个固定一下 然后在上面就可以看见我们的括弧程序 我们点击 然后接着我们点击蓝色按钮 然后来到这里 它让我们去进入注册 这边我们可以使用Google邮箱 或者是Twitter 或者是微软的邮箱都可以 当然你可以填其他邮箱也是可以的 那么这边我就使用Google邮箱来进行登录 然后接着我们选择登录 这边我们选择继续 那么现在我们可以看见 已经是做成功了 在这里面呢 有八个节点可以选择 这里面有澳大利亚 巴西 加拿大 德国 法国 英国 以及新加坡 美国 东部等等 那么这边我就随便选择一个新加坡的 接着我们点击后面的START 然后我们就可以看见 我们已经是连续上新加坡了 这边我们来随便搜索一个网页 那么流畅度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响应速度也是非常非常快的 我们来看看YouTube 那么打开YouTube的速度也是非常非常快 我们来搜索一个4K影片 然后这边我们选择一下 选择一个知识共享 然后我们随便找个影片 来播放一下 我们打开详细桶信息 这边可以看见 目前呢在8万多 现在已经来了11万多了 我们调一下 26P4K 可以看见 现在8万多 9万多 那么这个速度是相当相当不错的 我们拖动一下 那么拖动了也是没有任何问题 一直稳定在十几万 现在18万KPS 也是可以做到非常稳定 稳定在15万KPS以上的 所以说流畅度而言 是没有任何问题 然后呢 接着我们回到这边 我们再次选择一个 比如说选择一个美国的 我们连接 然后现在可以发现 已经是联成功 我们现在来测试一下美国的 我们搜索一个YouTube 我们还是随便打开影片 我们打开详气筒信息 可以看见 目前稳定在79万KPS 这个速度是相当相当的快了 那目前已经来到100万KPS 80几万KPS 流畅度是没有任何问题 目前呢 在123万KPS 这个速度简直是太快太快了 画质呢 也是一个最高画质 4K的一个画质 所以说流畅度 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轻松稳定在几十万KPS 到100万KPS之间 那么这边我就 一个一个决定测试了 这边速度呢 总是非常非常快的 这里呢 需要说明一下 它的一个使用方法呢 也是比较简单的 那么这里需要 直接注意的是 当我们连接节点的时候 比如说这里面的节点 随便一个 我们连接 连接成功之后呢 我们每个页面 我们只有两个Gb可以使用 那么时间呢 是10分钟左右 那么这里呢 仅仅是说的这个页面 当我们用完了之后 我们可以重新打开 去重新连接一个 那么流程的话 就这样的一个流程 那么它唯一的缺点就是 当我们留在网页的时候 它的延迟呢 可能会稍微慢一点 不过呢 我这里说的延迟 仅仅是说它的反应时间 并不是说 它的一个网络环境 网速呢 是没有任何问题 轻松可以做到几十万KPS 都是没有问题的 只是我们的操作 稍微有一点点延迟而已 但是呢 对于查写资料 偶尔看看影片的朋友 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那么这个 也看自己如何去使用了 那么第一个 就是它这个节点功能 它的节点速度 也是非常非常快的 这边呢 我刚才演示了 里面还有其他节点 已经不详细说了 你们可以继续去尝试一下 从我的体验来讲 US美国的速度 真的是非常非常快 然后呢 它还有第二个功能 我们来进入一下 进入之后 我们就可以看见 这个界面 我们点击这里的话 就可以进行上传 就是当我们安装一些文件的时候 可以在虚拟界面 去尝试 这样的话 我们的物理机器 是没有影响的 所以说这边呢 是一个虚拟界功能 那么同样的 这个界面呢 也是十分左右的时间 然后第三个呢 是一个临时邮箱 当我们去浏览一些 不常用的网站的时候 我们又不想用自己的邮箱 去进行注册 那么这个时候 我们就可以使用临时邮箱 那么这边 就是三个这样的功能 我们在使用 谷歌crime用上电的时候 是需要一个 课程上环境的 所以说这个时候 我们可以使用 微软的Edge浏览器 也是一样的道理 首先我们选择右边的上个点 然后选择扩展 然后打开 Microsoft Edge加载项 让我们都知道 微软的Edge 它是不需要课程上环境 就可以使用的 我们在这里面搜索 同样的可以选择它 来进行安装 选择天下扩展 那么天下扩展之后 我们选择这里 来进行固定 再次点击这里 同样的 我们来进行登录 那么这里跟刚才一样 我们可以用谷歌 推特 或者是微软的邮箱 来进行注册 或者是呢 在下面选择我们自己的邮箱 也是可以进行注册登录的 当我们登录成功之后 那么也是这样的一个界面 跟Google Chrome浏览器 也是一样的使用方法 这里面同样是几点信息 我们选中一个 点击后面的start就可以了 那么这边 我就不详细的演示了 因为Edge浏览器 跟Chrome浏览器 是一样的道理 如何选择浏览器 就看你们自己了 如果说想体验的朋友 我会把它放在里面下方 你们可以自己去 一个查看 好了 本期影片就分享到这边 如果说你觉得本期影片 对你所帮助的话 那么记得点个关注 最后我们再说一下 这个VPN呢 仅仅做一个备用就可以了 浏览的浏览网页 都是可以的 因为它速度真的是 非常非常快 那么它的优缺点 刚才也告诉大家了 看自己如何选择 好这里是科技烈情 我们下期影片再见 拜拜